现在我们用这个3058对这个车的喷油脉宽 这个试车进行检测 我们把这个拍个小短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仪器接线是很简单 将这个电源线接到电瓶上正负接上 然后将这个信号输入线接到这个外部EXT上去 这就可以了 然后将这个选择开关搬到这个EXT 将那个脉冲开关做到负脉冲 然后将这个脉冲和频率弹起来选择这个脉宽 那么在一般的这个车上大部分用的是这种配油走的沙套 像这样的我们这个仪器有这个组件直接接线就可以用了 如果不是这一种 那么还可以用这种三通线 将这个汉油走的信号直接引出来 那么像这个雪佛来车它这个就比较特殊一些 它是一个细针的线 那么我们就用这种线 就是三通线把这个信号直接引出来 连进去 那么在这两根线上呢 有一个是12V供电 一个是发动机电脑过来的控制线 那么呢我们将这个信号线呢 接到这个控制线进去 然后呢将我们为了验证这个汉油脉宽的大小呢 用这个适合器呢 同时把这个信号呢引到适合器里面 我们进行一些验证 现在呢我们进行启动 那摊是2.9V 那么这是量车2.9 随着温度增高呢 它这个麦宽要足够减小 最后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启动麦宽 这个启动的麦宽呢 这个解码器呢 这是测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在启动的瞬间呢 解码器通过是通断的 那么呢 用这种仪器呢 测量这个启动麦宽很方便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启动麦宽 那么我们在看呢 这个启动麦宽呢 涉到这个2.7 所以说我们这些2.73 可以跟这个测量器这个 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加速麦宽 加速麦宽 我们要看有是不是加速麦宽 加速麦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